杀戮公民社区这块空间过去长期以来堆积许多杂物和垃圾成为社区脏乱点 为此在当地里长号召下结合社区致工力量 不但重新绿美化更结合当地的特色红土 制作公仔泥塑和红土桌椅等相当吸睛 现在也成为社区内最新的打卡亮点 造型可爱的公仔泥塑分布在公园的设施里头 一旁还有生态池 环境十分清幽 但过去这里其实只是公民社区内的一块闲置空地 堆放着许多杂物和垃圾 如今在巨公合力整理下重新打造成一座绿美化公园 当年比较好啊 这个我们有见你看整个草皮什么都很漂亮 当年比以前好啊 我做环境啊 每天我都做环境 这个将来会认入很多人来看的话 我们社区这里边造的很好的话 当社区大家都来看 当地里长表示 这块空地因为没有在都市计划范围内 长久以来一直都是社区的脏乱点 因此才会号召日工进行绿美化 并结合当地大陆山的特色红土 由志工们发挥创意巧思 制作出公仔泥塑和红土桌椅等 不仅使用又相当细经 来这边进驻的老师他帮我们去弄的 然后后来我们再用纸浆把它涂完整 然后它的结构线条还有经过老师稍微帮我去抓捏过 对 我们再搭配一些红土的创意 我们做了一些泥塑的椅子 我们尝试去做 那基本上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用在地的素材 那这以上跟各位报告 谢谢大家 公命里是没有都市计划 但是我们这边都是一些农村 很多是脏乱点 后来我们社区呢 我们所有的志工呢 也非常的用心 把我们每天把我们做过的 那个逆美奂的东西都维护得很好 花潮都有捡有浇水 那个包括台中市政府 来过我们来看 还有那个群神 好多社区都到我们公民里来观摩 美轮美奂的公园造景 不但吸引民众前来散步休闲 也成为最新的打卡亮点 而社区也在一旁打造五毒菜 无偿提供给长辈耕种 采收后还能够帮据点加菜 也让这块空地重新活化再利用 却晨伯瀚 台湾头部岛